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的这一家 在花莲已经开了35年的米粉羹 不但有妈妈味更是有人情味 因为店里的活招牌 就是高龄70岁的老板娘张阿嬷 他们家超人气的米粉羹用料实在 光是里面的肉燥就要熬上5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老板娘真的把老主顾 当成自己的亲人来看 虚寒问暖 而且许多客人都说 来到这里真的好像就是回家一样 这家35年老四号米粉羹 老板娘庄妈妈已经70岁了 亲切的她把每一位客人 当作自己的家人 要听话呢 要年纪啦 要用功 有没有听话 有 好像 才当一个乖宝宝 老客人最喜欢窝在吧台区 跟庄妈妈显化家常 不要紧啦 你还在乎 不要紧 别紧 你自己用 不要紧 别紧 别紧在乎 大锅里每天现煮的米粉羹 出滑顺口比别大多的肉燥 和庄妈妈热情的照顾声 让许多客人一直就是十几年 我们是冲着那个庄妈妈来的 那个老板娘的庄妈妈 她亲和力很够 然后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那来到这里就像 走 就到自己家里的厨房一样 有妈妈的味道 35年前 庄妈妈才35岁 一头极尖的乌黑头发 手上端着超人气的米粉羹 35年后 70岁的庄妈妈已经头发斑白 脸上多了岁月痕迹 不变得是这妈妈的味道 每天一早三点多起床 庄妈妈就窝在热烘烘的厨房里 35年如一日 当初是因为女儿才有了开店念头 她很喜欢吃米粉羹 所以我说 这个米粉那么好吃吗 我吃一口看看 我说没有什么嘛 你要喜欢吃我煮给你吃 他们吃一吃 你煮的比他们好吃 可以买出来卖 庄妈妈依照平常 煮给家人吃的做法 坚持用料新鲜 所有食材绝不葛业 这个鱼板每天 它每天都是现炸的 一大早起来 送过来的 还有呢 红萝卜也是每天的 我们这个都很新鲜 都当天的 吃饮末儿呢 我们都过滤过 洗一洗再过滤 一般外面米粉羹 使用是市价一包200元的太白粉 但是庄妈妈不惜成本 为了让勾芡更细滑 使用日本进口的太白粉 一包药价800元 而这里的米粉羹 有别家没有的秘密武器 就是肉燥 选用油花均匀 肉质红润柔软的猪肩胛 用小火熬上五个小时 还要不时翻动避免结块 甘醇浓郁的肉棗 油油亮亮 香味布满整个角落 厨房里高达四五十度的高温 让庄妈妈额头上的汗珠 和双手料理出的美味 都是清血结晶 本来坚持不外传 不过曾经为了帮助 一位宜兰面摊的老板 挽救生意养活全家 庄妈妈不藏私 居然把独家技术 传给了素美平生的 陌生人 看到他一个人在做 我说你自己一个人 忙得过 他是他没有办法 家庭上方面 就是要出来做 用料丰富 除夕刚好的米粉 跟配上不油不腻的肉棗 还有香菜 当作点缀 三十五元的平价美味 让人回味 送来来吃 口香 筍啊 都来吃 米饭好吃 还有实材 还有价钱不太高 不太高 大家都吃得起来 这里的米粉羹 还有个特殊绝配 就是要配茶卤袋 这可是庄妈妈 研发了两年独创的口味 将水煮蛋去壳 放入独家的卤汁 搭配茶叶 卤上三个小时 茶卤袋从白衣 换上了深咖啡色的 晾皮外衣 里头软绵的蛋黄 每一口都有浓郁茶香 它的卤蛋又特别好吃 真的 卤到很道地 吃的人很喜欢吃 妈妈要喝红包 好 你自己带环保杯来 那多一点给你看 好 只要去带环保杯 买豆浆 红茶 或是带锅子 来买米粉羹 想求环保的庄妈妈 就会多送 好多好多给顾客 这位不一样的老板娘 真的能让许多客人 心头暖暖的 早餐也有 中午餐也有 晚上餐也飞到六点 时间餐 要吃什么都有了 小店全天供应 12小时 庄妈妈得从早忙到晚 即使再累 笑容也没少过 如今手中货的锅铲 渐渐消放给儿子 不过这碗人情味米粉羹 一定会继续的流产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